你出事後 你還要嗎? 我來ence 我見到你 還好 我了解你 走, 走 總不捨 總不棄 不管總撲凶 爆開爭鬥 還你已走 不天不化是罪自由 笑聲沙沙的酒 不問以後 明明一息間也許消逝 權力不可以任你自在 誰能佔勝 雙方招出意外 誰總都一生沒有所求 侮辱方可以活得瀟灑 好事著作 世上活得精彩 大師兄 大師兄 好香的酒味啊 怎麼了 這麼多好東西吃啊 大師兄 你明天就要上四過岩面壁一年的時間 看來師兄弟們有段日子不可以跟你秉烛夜談了 是啊 所以今天我們怎麼和你拔酒談心呢 幹什麼 一個個垂頭喪氣的 小師妹啊 連你也這樣 大師哥 你要面壁一年啊 從早到晚都要面壁思過 悶也悶死你了 大師哥呢 你就在思過岩悶死 我就在這兒悶死 你走了 沒人跟我練功 也沒有人陪我玩 怎麼會呢 還有他們兩個嗎 他們兩個 我才不要他們陪呢 還有 你唯一那個勢力 林平芝 就那個林平芝啊 半句話都不肯多說 我對著他 不更快把我悶死 小師妹 別這樣了 他剛剛入門什麼都不懂 當人拘禁點 還有啊 他父母雙亡 真是很可憐 娜娜 你們兩個聽著啊 好好地照顧他 不許欺負他 哦 知道了 大師兄 可是大師兄 我怕 喂 你又怕什麼呀 是啊 我怕我們師兄弟兩個 不會欺負他 但是 有些人會擺起師姐的架子 哦 大師哥 你看看 你還沒走呢 他們就和我欺負我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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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師妹 別生氣了 那 如果他們兩個呢 再欺負你呢 你馬上到四孝野來告訴大師哥 你們兩個聽見沒有啊 既然大師兄都包庇你了 我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還是大師哥對我最好 大師哥 我敬你一杯 好 今天呢 就給你們喝個飽 喝個痛快 來 乾 乾 乾 把麵集中 還在開心 和麵集中 靜補 走去 华山派这一百年来 不知道有多少太师叔 太师伯做过这块石头 这么滑呀 石头啊石头 你也寂寞很久了 你走运了 当今华山派第一导弹令狐冲 来陪你了 如果师父也算宽容了 到今天再把我来这儿 风青阳 是谁呢 我太师爷那代是疯自辈的嘛 他说太师叔还是太师伯呢 他这几个字刻得这么有劲道 武功一定很厉害 没听师父师娘提起他呀 我猜他一定早就不在人世了 好 很久没试过二个人清静了 尽管闭门练练功 太惨了 我坐了这么久 才坐了大半个时辰左右 我今年怎么过 我这一年怎么过呀 难怪风太师叔要闷得在这儿写字了 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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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可能风太师叔 在思过爷太久 闷死了 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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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在华山 有这么多师弟师妹跟我聊天 当然不觉得闷了 这一年只有我一个人 不到一年我就会闷死了 不是啊 我不能这么想 师父他老人家 就是嫌我平常话太多 不能够专心去练功 所以就特地要我上思过爷 虽说是思过 实际就是要我集中精神练好我的武功 不错 不错 师父他老人家 既然这么苦心 要栽培我 我不应该让他失望 好 我不信我在今天之内 不能练好我的武功 是 陆侯儿 小师妹 你送饭上思过爷爷给大师哥啊 是啊 虽然你是陆侯儿 但是你每天要爬上爬下 给大师哥送饭 很辛苦啊 不如这样 我听听送饭给大师哥吧 不辛苦 哪会辛苦呢 我啊 等了整整一天才有这个机会 见大师兄一面呢 你让我送饭给大师哥吧 不行 这怎么行呢 师父吩咐过我和英师弟呢 要轮流送饭给他 要是你送给他 不行啊 事命不可为啊 那我不是一年都见不着大师哥了 小师妹啊 你别哭了 我刚才跟你开个玩笑的 我怎么敢跟你抢着送饭给大师兄呢 难道我不怕你在大师兄面前告我一桩啊 这些饭菜呢都准备好了 还有一壶酒 全拿去给大师兄吧 谢谢你啊 陆侯儿 陆师兄啊 陆师兄 啊 胆子还是不够大 要是刚才再往前跳一尺就好玩了 大师哥 大师哥你在玩什么 大师哥 你来了 我刚才看见你闭母转身 你跳得好像很好玩呢 我也要玩 大师哥 你看我跳得更近啊 你还说快点回来啊 知不知道多危险啊 要让师父和师娘知道 一定罚我多面闭一年 那不更好 长年累月都可以玩跳远 别做梦了 师父呢一定罚你在正气堂里面闭 一年之内呢不许离开华山 到时候我们还是一样见不着了 嗯 太不公平了 你那就在这儿玩 我就要对着正气堂 本来呢连送饭呢 爹啊都派陆侯儿送的 我求他他都不肯让我送给你 那怎么样 哦 一定拔剑吓唬陆侯儿了 当然不是了 我一急起来呢 就想哭了 陆侯儿我看见我哭呢 就反过来求我送饭给你 那我的小师妹的眼泪 那也不是比剑更厉害 大师哥 你快过来看看我带什么给你了 我真怕这一年内都没酒喝 酒啊倒可以喝 不过不能偷太多来给你啊 要不然呢 很容易被爹和娘发现呢 我喝这么多就够了 还是小师妹想着我 你这么快就把酒喝光了 饭都没吃呢 饭我留下来和你慢慢吃嘛 平智 从今天开始 师父传授你华山的武功 谢谢师父 不过 在没传授之前 师父想了解一下 你武功根基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还有 你修炼过什么剑法和武功 地址一直追随家父习武 所练的都是以七十二路辟邪剑法为主 你耍出来让师父看看 是 师父 好 辟邪剑法果然变化多端 你练得也相当纯属 不过火候未到 请师父多指教 平智 你现在虽然是华山弟子 不过辟邪剑法 乃是你祖传的剑法 你可以继续修炼 至于本门的武功 武功最主要就是个弃子 弃功一成 不论在拳脚刀剑 莫不得心应手 师父现在 就教你土纳的武功 是 师父 去年白了 要不得心应手 去年白了 你能够的心应手 你肯定成 我可以变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师兄 姜茜茜练功了 他练得怎么样 我传授他入门的功夫 也有三个月了 没一点进步 但是平之他很用功啊 看起来他可能不是练武的材料 不如就像你说的 叫他四书五经 让他考过状远回来更好 凌珊 进来 爹 娘 怎么偷听大人说话这么没规矩 我哪偷听了 你们又没关门 我路过 我一中听到的 凌珊 你又去送饭给冲儿 凌珊 你知不知道你最近太过分了 每一次你去送饭 一去就几个时辰 你不止妨碍了大师兄闭门思过 而且荒废了自己的武功 我哪荒废武功了 华山的剑法 我练得不知道多纯熟 不过耍来耍去都是那些 快把我闷死了 我怎么求娘 她都不肯教我与你剑法 凌珊 娘不是不肯教你 你要知道 你年纪还小 功力也不够 练与你剑十九世 是专门用来克制其他门派的剑招 而且 如果你要练的话 一定要由本门师兄跟你练 那如果练下去 岂不是成了专门克制本门的剑招 那我可以叫他们 不用华山的剑法跟我对差 不就行了 如果不由本门师兄跟你练 那还有谁能跟你练呢 本来冲儿是最佳人选 她杂学较多 而且也会很多其他门派的武功 但是可惜 她要面壁思过一年 这样 等一年后娘再教你 又要等一年 有了 二师兄他代意投尸的 他可以跟女儿对差啊 不行 你二师兄以前所学的 只不过是拳脚功夫 而且 他现在的剑术也是跌脚的 那不就是没人跟我对差 有了 爹 新收入门的那个林平芝啊 他会七十二路辟邪剑法 他可以跟女儿对差啊 平芝 师妹你来了 大师哥 怎么今天 你好像特别高兴似的 当然了 你知道吗 娘答应你教我与你剑法了 真的吗 真的难得师父这么有兴致 跟你过招啊 我爹哪有空跟我过招啊 是林师弟跟我过招啊 对了 林师弟他会家传的辟邪剑法 我爹说啊 虽然辟邪剑法的威力并不强 不过呢 好在变化万千 最好用他来和 与你剑法十九世对差啊 原来这样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那个林师弟的武功那么差 跟他过招啊 当然没有和大师哥你这么好玩 那个林师弟刚刚入门嘛 当然未成气候了 不过我呢 就觉得 你和林师弟过招呢 反而对你大有好处啊 为什么 因为你每一招呢 都可以杀得林师弟毫无还手之力 那你这个师姐 还不飘飘然威风八面 就凭林师弟啊 那几下辟邪剑法 就想打败我 我不欺负他已经不错了 你记住啊 千万不可以松懈 一定要用心练好 玉女剑法十九世 知道吗 行了 我这么聪明 怕我学不会啊 我不是怕你学不会啊 你看你多粗鲁啊 一点玉女风范都没有 反而林师弟跟你比啊 他更像个女孩子 我怕到时候啊 林师弟学会了 你还没学会啊 看大师哥你吓我 在师妹打人了 又打人 你看看你还说不粗鲁 林师弟 明白吗 娘 我明白了 那你试试用娘教你的玉女剑 跟平之的辟邪剑法对拆 是 娘 林师弟啊 你尽管使出七十二路辟邪剑法 跟我对拆吧 是 师姐 不要紧 再来吧 怎么你的辟邪剑法这么差劲啊 每次都接不了五招 连清晨派的剑法也比你好啊 林山 你怎么可以口不择言呢 平之 你千万别把林山说的话放在心里 弟子不敢 师姐说得对 弟子的武功的确是很威猛 不配跟师姐过招 平之 你今天也练得很累了 不如明天再练吧 是 师娘 我先走了 林山 你怎么能这么跟平之说话呢 你要知道 平之的爹娘是被清晨派所杀的 而你还说 清晨派的剑法比他林家的辟邪剑法好 女儿只是脱口而出嘛 又不是故意的 你要明白 学武如逆水行中 不进则退 虽然平时现在的武功不如你 但是只要他肯努力 难保他日后会清出一篮 骄傲自满 是习武人的大计 女儿知道 女儿下次不敢了 其实二路辟邪剑法 不外如释 剑招虽然是精烈 但是 始终还是平平无弃 像这种剑法 怎么能光大我们华山派 到底奎华宝典和辟邪剑法 他们有什么重大关系 林平之日 会不会有所保留呢 会不会隐藏辟邪剑法的实力 辟邪剑法 葵华宝典 到底有什么重大秘密 菜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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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师弟 林师弟 先吃完饭再练吗 是 三十九 吃饭吃饭 吃这个 这个不错 来 林师弟 用功是好 但是练功这种事 有时候真是欲速择不达 谢谢二师兄关心 但是小弟自知资质平庸 如果不加倍努力的话 我怕会辜负师父和师娘的一番教导 总之你要保重身体 如果像林师弟那样不分昼夜的恋 真是活着也没意思了 我情愿不做人 看你的样子 你哪点像人 像他大懒蛇似的 不是 做蛇也不错 做蛇每年都有几个月冬眠的 不用那么辛苦 舒服多了 对 秋风起三蛇肥 这样吧 我们师兄弟今天晚上到后山去抓蛇 及时进补啊 好好好 好提议啊 我们除了抓蛇之外呢 顺便还可以多打点野味 下酒也好 好 各位师兄 慢用 这么快 林师弟 我们准备好了 就叫你一块去抓蛇啊 我不去了 难得大家这么有兴趣 晚上一起高兴一下吗 是啊 一起去吧 我不想去 各位师兄 你们玩得开心点 试陪 真扫兴啊 说真的 林师弟的性格真是够怪的了 从他进华山派这么久 师兄弟之间话都不多说一句 我说他简直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他以为自己是福威镖局的大少爷呢 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 我们分数同门应该和睦相处 以后不可以再说这种话 是 二师兄 小师妹 小师妹 有糕点吃啊 这么多 肉吃的 这些糕点呢 是嵩山派左盟主 命弟子送来的 好吃好吃 左盟主派弟子造访 小师妹 你知为什么吗 好像说左盟主大寿 要请五岳各派掌门啊 小师妹 那师父和师娘什么时候启程啊 是啊 详细情形我也不太清楚啊 喂喂 师父不在的话 我们就可以轻松自在去玩玩了 去玩 对对对好玩 整天就知道玩 哎 林师弟呢 他在哪啊 哦 你说那个什么鼎鼎大名不可一世的 福威镖局的少镖头是吧 陆魂 小师妹 林师弟他去练功了 练功 天都快黑了 谁 谁 师姐 师姐 林师弟 原来您每天都在这儿练剑啊 我自治平庸 要是不比别人多努力十倍花二十倍 那永远没机会报我父母的血海深仇 师姐 你说得对 以我这种武父 别说是宜沧海 就算是倾城四孝 我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对不起啊 林师弟 我不是故意的 愿就愿我自治差 身受平庸吧 不是啊 我每天跟你过招 觉得你很聪明 勿性很高啊 师姐 你不用安慰我 真的啊 林师弟 让你肯苦练 他日必有所成啊 只要能够报父母的血海深仇 就算再苦我也愿意 好 能吃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我这个做世纪的 一定会全力以赴帮助你 嗯 大家同甘共苦一起努力吧 你呢 练好你家的辟邪剑法 我呢 就用我娘交代 玉女剑石九世 来跟你对差好不好啊 那 真的好香啊 粽子呢 是我娘亲手包的 她说可以助你驱寒的 师娘对我真好 我娘啊 她还说今年的初雪 会来得特别早 叫你小心别着凉 是啊 是啊 这几天的天气呢 凉了很多 晚上四过夜这里啊 简直寒风刺骨啊 如果天气太冷 你不用天天来吧 那是我希望天天看见你啊 是啊 万一你着凉了 那不更糟糕 先答应我吧 那我答应你 但是天气一回暖的 我就天天来啊 现在我就隔一天来一次 好啊 吃两个粽子 真是永远都这么好吃 真是百吃不厌 粽子这么好吃 也有我的功劳啊 粽子里的冬菇和木耳啊 是我和小林子去摘的 小林子 哪个小林子 就是林师弟啊 大师哥你知道吗 他的武功啊 进步得很快啊 我和娘啊很高兴 你终于找到他的优点了 看来你对林师弟也 改观了很多啊 什么 一个好徒弟啊 有一个好师父啊 那个人就是我啊 你 你别笑死大师兄了 你啊 少把点师姐的架子 少欺负林师弟啊 就已经很好了 什么 大师哥你放心好了 那个小林子啊 白天顾着练剑 晚上也顾着练剑 想跟他聊天哪 说不上两三句啊 师姐这架应该怎么出啊 这架应该怎么求阿姐 闷都闷死了 哪儿还有欺负他 那你可真要努力 帮师弟练好剑法 让他早日抱出血恨才对啊 行了 包在我身上 师兄啊 这次左盟主寿山设宴 你打算出席吗 我们身为五岳中人 当然应该出席了 但是你觉不觉得奇怪 过去左盟主寿臣 都没有请五岳中人 怎么这次会代牌宴席呢 我想可能和刘正风 这件事有关 当天五岳剑派中人 非常不满嵩山派的所作所为 左冷禅有见于此 可能想利用寿宴 缓和一下气氛 作为拉拢人心的手段 左盟主果然想得周到 我和你们师娘下山之后 你们要勤家练功 不得舒懒 知道吗 是 师兄 华山有得诺打底一切 你不用担心 师父师娘可以放心 徒儿一定会严加看管 谨遵师命 好 对了师父 您什么时候和师娘去嵩山呢 去嵩山路途遥远 办好鹤礼之后 我们马上启程 爹 你打算买些什么鹤礼呀 唉 我就为这件事和你娘大费周章 灵山 你有什么好提议 师父 送礼不外是布皮丝绸之类的吧 不是啊 左盟主他德高望重 啊 礼物方面呢 一定要小心挑选的 务必要求别出心裁才行 嗯 白罗 你有什么好提议 嗯 我突然没想到 师父我想到了 送布皮丝绸 他那几位夫人 当然十分高兴了 但是如果改送一只精致的玉老虎呢 象征虎虎生威 既可以突出了盟主的威严 也显示了他的尊贵啊 你的提议也不错 师兄 你认为怎么样 嗯 嗯 嗯 平之 你有意见吗 不敢 弟子只是觉得 有意见不妨直说 弟子知道市集有一位画师 他善于画雄伟的名山大川 所以他铺子里全都是卖这一类的水墨画 师父可以买一副嵩群风图 然后亲笔提字作为贺礼 好 的确是个好提 嵩群风图既可以突出了盟主的气派 由师兄你亲笔提词 这也不是我们华山的体面 不错 平之 在众弟子之中你最有心思 这件事交给你去吧 是 师父 娘 我也想去 凌山 乖乖地给爹留在山上 不许打什么鬼主意 知道吗 娘 师姐 你在这里干什么 等你啊 师姐 还是不行啊 要是让师父知道我们俩下山 他一定会责罚我们的 我们在日落之前赶回去 你不说我不说 弟娘怎么会知道呢 可是 可是什么 你下了山啊 也没人跟我过招练狱女见了 而且这一带的山路女又不熟 让我这个师父老马带路吧 师姐 喂 你走那么快 到哪儿去啊 我字画都买了 当然是赶回去了 这么难得才有机会出来玩 当然要玩个痛快才走啊 喂 小林仔 你过来看看 师姐 我们应该赶回去了 时间上早嘛 我们到处逛逛嘛 这里每逢初一十五啊 很热闹的 师姐 就快日落了 天黑上山很危险的 这里的冰糖葫芦啊 我最喜欢了 那 请你吃一串 我每次来呀 都要买十串八串的 师姐 回去晚了师父会责罚我们的 有时候我真觉得你像个大姑娘 我和大师哥每次玩哪 都不知道玩得多开心 你怎么这么闷哪 来到市集 应该买点好酒给大师哥啊 哎 师姐 哎 师姐 老板 两碗牛肉面 谢谢 哎呀 啊 你还叫面吃啊 我们再不上路的话 就来不及上山了 行了 行了 吃完了就走了 怕了你了 坐啊 坐下啊 哎 慢着慢着 怎么了 这里是路边 尘土多 让我先擦干净 都说你像个大姑娘了 真没说错 大师哥也没像你这么婆嘛 我和大师兄根本是两个人 怎么会一样呢 那倒是啊 不过你还算是懂得真实重道 对我这个大师姐 兼拜个师父啊 也算照顾周到 这碗面我请你 可要快点吃啊 喂 走慢点行不行啊 都叫你别再回去 买冰糖葫芦了 现在太阳就快下山了 快点啊 我不走了 我们才赶了一半路啊 天就快黑了 而且这附近 可能有猎人射了陷阱啊 我看还是小心赶路吧 快点 你放心好吗 华山这里的路啊 我从小走到大 师姐 怎么样 好疼啊 好疼啊 忍着点 好疼啊 放心吧 皮肉上 过几天就没吃了 太紧了 你的手流了很多血 原来地上大部分的血 都是你流的 不要紧 你疼不疼啊 怎么受了伤也不吭声呢 我没吃 对了 你还能不能走 我的腿呢还有一点疼 不过冰糖葫芦全没了 冰糖葫芦可以下次再买啊 下次也不知道哪一天了 来 看看能不能走 我们天黑之前要赶回去 我的腿很疼啊 不能走 怎么办呢 可如果不走 我怕天黑钱来不及回去了 去了 天都快黑了 还不回来 陆兄 陆兄 饭菜怎么办啊 全都凉了 拿进去再热一热啊 又热啊 热了三次了 那小师妹也真是的 明知道大师兄等着他送饭的嘛 到现在都不见人 这么等也不是办法 不是这样陆师兄 让我拿去给大师兄算了 喂喂喂 你别乱来啊你 那你拿上去了 如果小师妹一会儿 回来找不到的话呢 又向我发脾气了 那难道我们俩继续在这等啊 什么我们两个在这等啊 我在这等 你进去把饭菜热一热 又是我 好 师姐 我看我不送你进房了 怕几百生枝啊 嗯 你想得真周到 你自己可以走进房吗 可以 那我去给你拿金创药 那我们快点分头进房吧 嗯 啊 师姐 什么事啊 如果明天师父和师娘问起 怎么我们俩会同时受伤的 应该怎么说好啊 哎 有了 你就说下山买字画的时候 不小心中了猎人的剑颈受伤 我呢就是说 送饭上撕过牙的时候呢 不小心摔棗 他一定不会怀疑的 师母 师父 爹 你们两个跟我来 林山 爹跟你说了多少次 不许你偷偷下山 为什么不听 林山 你也太任性了 怎么会把腿弄伤了 娘 我 师父 师娘 整件事都是我的错 如果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吧 那为什么会受伤呢 师姐因为 担心弟子不熟悉 华山的地形容易迷路 师姐也是一番好意 至于她的腿伤 全因为弟子一时不小心 差点掉下山崖 师姐为了救我 才会物中猎人的陷阱 原来是这样 师兄 林山虽然任性 但是为了救平之心切 也是情有可原的 你真是慈母多败耳 算了 算了 我去拿点药给她疗伤 入夜之后 华山的道路就更难走 林山又把腿弄伤了 你们可以平安回来 已经算走运了 是 真的幸亏 师姐的腿伤并不太重 她还找到根树枝 支撑着慢慢走 所以才会耽误到 现在才回到华山 林山 让娘来看看你的伤 小师妹 大师兄 对不起啊 今天晚上这么晚才送饭来 怎么是你啊 小师妹呢 谁送饭都一样嘛 进去吃饭吧 陆侯儿 今天晚上怎么这么晚才送饭给我 全怪林师弟 你说什么 自拗了 不该说了 全都说了 你老老实地告诉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说呀 这全都怪那个林师弟 还是小师妹她受伤了 什么 小师妹受了伤 是怎么回事 怪林师弟什么事 说呀 快说呀 大师兄 你别这么生气 事情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 小师妹还是那么贪婪 每次下山呢 都不舍得回来 照我说啊 这全都怪林师弟没用啊 她不止没有好好地照顾小师妹 还连累她的腿受了伤 你说你说 是不是她没用 是不是她没用啊 算了 也不能全怪她 对了 小师妹的腿怎么样了 有没有大碍啊 听林师弟说呢 她还可以用树枝来支撑上山 你相信她的腿也不会伤得很严重呢 放心吧 没什么大碍的 吃饭吧 说太多了 走吧走吧走吧 你替我告诉小师妹啊 叫她好好地养好腿伤 明天不要送饭来了 大师兄你有命令 我陆侯儿做一支信鸽也无所谓的 放心吧 我会给你传话的 紧着吃饭吧 好了 林山的腿受了伤 不用再送了 娘 你和爹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们喝过做盟主大寿之后就回来 你乖乖地在家养伤 千万别乱跑 女儿知道 登陆 华山的事务暂时由你打点 大家听着 要听你们二师兄的话 知道吗 是 师父 师妹 时候不早了 我们启程 天气太是冷了 陆侯儿 你准备的寒衣去送给大师兄 弟子知道了 师娘 放心吧 是 我们回去练功吧 师父师娘不在 我们也不可以舒懒的 是 是 师兄 下雪了 今年这场出雪下得特别早 不知道小师妹的腿好了吗 糟了 今天开始下雪 山路又湿又滑 我猜小师妹今天也不会送饭给我了 大师哥 小师妹 大师哥 小师妹 小心啊 小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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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嗯 小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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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很疼啊 你知不知道山路这么滑 你真不应该一个人上来啊 那我担心你没饭吃嘛 而且我也想见你啊 先坐下吧 如果你有什么危险的 我可真对不起师父师娘 都怪我没用 眼看着就快到你这里了 谁知道一个不小心 把饭菜全都掉下山崖了 只要你能够平安无事 大师兄就算师庭不吃饭 也不要紧 不过以后你要答应我 你呀 不可以再为我冒险了 如果你不小心掉下山崖 我就跟着你跳下去了 大师哥 是我自己不小心嘛 你又何必得也去换呢 不是 换了那人是陆侯儿呢 我大不了照顾他的娘了 我怎么也不会跳颜熏友的 你就是说 如果我死了 你也不愿意活下去了啊 我们下山崖了 谁就知道山崖了 我们下山崖了 愿意活下去了 我悔究這一生 追趕我心裡美夢 長期遇戰鬥 總不捨總不棄 不管總撲空 爆開爭鬥 劃起酒 不興不化是醉自由 笑笑沙沙的酒 不問以後 明明一時間也許笑逝 權力不可以任你超載 誰人能…